委員長 你給這一次漢光演習打九十分 我覺得你打得太高 而且不宜由你們自己來評分 應該讓外界共同來檢視 來給這一次的漢光演習來評分 你這樣自我感覺良好 會壓縮你對這一次漢光演習的檢討 你會壓縮他檢討的空間 所以你不要自我感覺良好 委員只叫我們會深切檢討 你說九十分我告訴你 你光海軍司令不能參加演習就要扣十分 海軍這次出包那麼多 他司令不能夠親自指揮扣十分 你兩艘船卡彈 如果一艘船卡彈扣十分的話 兩艘船又扣了二十分 所以我認為你不要把分數打得太高 反而有利於檢討 當然外界也有人說 俠不遠語 這一次的演習也有很多 值得我們 加獎鼓勵的地方 演習似同作戰 演習既然似同作戰 他的獎成就應該分明 有功則賞 有過則法 這一次的演習 海軍出包連連 海軍出包連連 那海軍現在是在中這個 海軍是在種血是不是 出包連連多事之秋 如果不是演習卡彈 就是副艦長在船上賭博 海軍司令生病 另外一大堆的將軍去當共諜 我們現在共諜案 從2009年的元日二十九號 一直到20013年四月十八號為止 陸海空 調查 國安 憲兵 後備 全部淪陷 2003年四月十七號 從前清國 柯正盛 還有徐中華 還有張子欣 他們幾位涉案之後 三軍全部淪陷 中國對台灣的滲透 部件完全成功 所以這次的演習 我們要深切的檢討 有幾個部分 我來跟副部長討論一下 第一個 賞法分明 我們看到 這次漢光演習 有很辛苦的人 這個要加強 但是海軍出包連連 當然要懲處 而且 要符合比例原則 而且要讓人家心服口服 責任越大的 官越大的 他的懲處也應該越重 對不對 委員指教我們會慎重考量 對 官越大的 責任越重的人 他的懲罰應該越重 第二個 這個副建長 在船上賭博這個事情 我覺得他是重大的傷害了海軍的形象 各位你看他 發著牌叼著煙 桌上還擺著錢 另外還有的 袖子都捲起來 你看叼著煙 發著牌 這是我們的海軍副建長 這好像無賴 跟那個無賴賭博 不是一模一樣嗎 你看 這個傷害了海軍的重大形象 理應懲處 這個理應要懲處 這個要軍紀事後 此風不可長 包圍海軍已經在迅速的處理到處 對 這個傷害了海軍的形象 非常大 另外 我們那個海軍司令 董翔榮先生 如果他的身體真的 真的危殃的話 真的有病的話 你就把他調整植物吧 你應該這個海軍司令的責任是非常重大 你就讓他休息 讓他養病 等他病好了 要再擔任重要的植物 還來得及啊 是不是 那海軍司令如果你在演習之前 就調整他的職務 或許這一次的海軍 整個演習不會出包那麼多也不一定 是不是 報委員 這方面我們會另外考量 有沒有人要做調整的準備 目前在陸續檢討當中 有人說那個陳永康副司令要調升司令 有這樣的事實嗎 沒有這個事實 沒有這個事實 那我是認為如果這次在演習之前 因為他的身體生病 如果能及時的掌握先機 跟他調整 或許有一個海軍司令 能夠全程參與 或許這次的卡彈也不會發生 是不是 這個也應該請海軍去做適當的檢討 好不好 另外我手上現在拿著我從2009年統計到現在的 中國對台灣的部件 跟吸收的所謂共諜案 總共有21件 這裡面包括我剛剛所講的 這個後備憲兵 陸海空國安情報調查 全部都有人設案 而且這裡面有一個共同點 除了金錢之外 就是美設 不然就是付中國旅遊 有三大特色 21件 馬英九執政到現在 就有21件 那今天有一個報紙 中國利用他的美男記 在日本搞情報吸收 那看看我們以前發生的 用女色犧牲 吸收我們的那個 軍人去當共諜 那中國在日本是用美男記 去吸收他們的 女的這些國安局的人員 那這個也可能在台灣發生 我們現在女性的金字關 也高達幾萬人 可不可能發生啊 副部長 我們對這方面的這個案例 都會做深切的檢討 中國會像日本用美男記去吸收 當共諜 也可能在台灣利用美男記 因為他們過去已經用美女記 美色 你看我現在統計的22件裡面 有4件它是用美色 來吸收我們的人員當共諜 其他的幾乎都是用金錢 所以既然啊 中國對台灣的部件 無所不在的話 那國防部也應該 不以籌謀要做準備 也要關心這些女性的軍事官 她的生活 也要多加注意 江委員報告 這種案例我們已經升為 這個檢討 而且加強我們的 另外我剛剛所講的 其他的18件 全部都是用金錢 另外有超過六成啊 都是附中理由被吸收 所以這個部分 那是不是我們的 退伍之後的 這些將軍事官啊 是不是要沿你 未來提高他到中國去的限制的年限 是不是應該檢討呢 我們在這方面也在檢討進行中 我剛剛問到現在 你全部都在檢討中 沒有一個說有具體的作為 或者是有防範措施 你這樣都是實問虛打 你看我這個資料 都整理得很詳細耶 報委員在實際的操作上 作業上來講 我們有很多一些 防範的作為已經補強了 幾乎啦 所有的案子啊 到中國去旅遊的比例是最高的 都是他們到中國去旅遊 或者是被邀請到中國去之後 然後被吸收成為共諜 所以說 未來是不是對於這些比較高階 或者是涉及到 他的業務機密的部分 應該提高他附中國 去訪問旅遊的那個年限 限制的年限 是不是應該提高 這方面我們的確在 逐步的一個積極在 對你要有積極的作為 另外金錢也是一個很重大的原因 奇怪了我們那些退休的 將士官們 他們的待遇都不錯啊 待遇都不錯啊 為什麼都會被金錢誘惑呢 另外還有一個張子欣忠孝 他還加入共產黨 聽說有一個在審判當中加入共產黨的 是不是張子欣忠孝 他在審判當中 在我們偵查的過程當中 不便於討論這個事情 齁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們有沒有更憂心 他既然被破壞 或是港帝案 抓到監獄裡面去 在看守所裡面 還去宣誓加入共產黨 這個也等於是他在 向中國透露出某一種訊息 好像請中國救他一樣 這個是讓我們擔心說我們的 這個忠誠度啊 還有對國家的 向心力 顯然是讓我們很擔心 而且這個都是高階警官 這個有中將你看 上位中將 柯真勝是中將 他女婿還是我們吳京駿 還是國會聯絡人 不是 不是吳京駿嗎 不是好 大概吳京駿也牽涉在這個案子裡面 是不是 所以這個齁 是讓我們很擔心 這裡面還有什麼情報官 軍情局 還有總統府專門委員 憲兵司令部的前中將 陳竹反先生 真的如果你以現在共諜 按我所列出來齁 真的是台灣到處是共諜 無所不在啊 國安局長說台灣來了很多不應該來的人 我們台灣也發生很多不應該發生的人出來啊 不應該產生的人 你看 那我們又看到你看 中國你看 他在全世界也是一樣啊 你看28歲 可以去勾引62歲 這好厲害啊 你看中國的諜報網 真的是讓人擔心 憂心忡忡 這個情況也可能發生在台灣 他們是無所不用其極嘛 中國在吸收 成為他們的間諜 無所不用其極 包括用美南記 用美社 用金錢 用很多方法 所以請國防部提高警覺 我覺得這次的演習 這次的演習啊 這次的演習啊 整個雖然是 有人說是俠不遠以來啊 有很多值得嘉獎的地方 但是啊 海軍的出包連連 希望 國防部啊 應該一以檢討 另外 這個 軍具的部分啊 這個副眷長真的是不可原諒 他的傷害國軍的形象太大 另外共諜案 持續在發生 共諜案才是影響台灣國防的最大隱憂 這些演習我們都可以補正 都可以調整 都可以加強 都可以再訓練 只有共諜案 是影響到整體台灣國防安全的最大隱憂 這個部分啊 請國防部啊 應該要非常小心的去檢討 共諜案已經動搖台灣的國防 共諜案真的動搖了我們的國本 好不好 謝謝委員的建議